天空下的彩虹 印度今晚再次邀请到胡启斌医生 胡启斌医生你好 大家好 胡启斌医生 上次在前几个礼拜二的时候 你都和我们用一本书叫 How Dr. Stinks 这本书 总文是译为 医生你确定是这样吗 这本书来和我们讲解到 关于医生在他做诊断或者见病人的时候 脑袋是怎样想的 上次我们只有一段时间 讲到四个chapter左右 不如你和我们再次重温一下 或者总结一下 那四个章节里面所讲的东西 这本书其实就是讲医生是怎样想的 其实每一个行业 都是他们不同的想法 虽然我们在美国来说 这个医疗系统是一个很大的industry 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几何时 在急症室里面坐过很多个钟 所以我上次就觉得 如果可以让大家明白 医生是怎样想的 对于我们作为病人 其实是很有帮助 在这头四个chapter 我们上次都讲过的 就讲了几样东西 第一 当在一个紧急的事件里面 医生想法一定要快和够狠 通常就是经验取胜 如果有一天突然之间有个病人 在我眼前中风的 经验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想一下几年前 当我还是做医学生的时候 可能我会手足无措 今时今日起码我都会 至少问一下病人 Are you ok? Are you ok? 然后就会立刻叫人打911 这本书第一个chapter就讲 医生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所以给到他在即时的时候 有一个很直接的 很直觉的诊断 在第二个chapter里面 他就讲了 其实医生很多时候 会看看你有多少的risk factors 就是有多少不好的因素 就好像一个病人 如果他有吸烟或者喝酒的时候 很多医生听到他有心脏绞痛的话 就会觉得他可能是心脏病 但是反过来 有些病人可能很健康的 天天走楼梯去上班 又不喝酒又不吸烟 医生就会觉得他没有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病人 一定要告诉医生 当我们身体里面觉得 那些痛楚是跟平时不同 当时告诉医生 医生就算我的身体平时很好 我今时今日感觉到的痛 是真的跟平时不同 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做病人 如果我们了解到医生 是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很详细的 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医生 但是在说的时候 我觉得是要先写出来的 一定的 我们上次也说过 当你可以给一个更加完善的病理 给医生那时候 有更加多的资料 医生当然就会做到一个更好的诊断 但是也要记得 其实医生在18秒之后 就会去做一个决定 医生看完你18秒 通常他们就有一个诊断 所以我们作为病人一定要快而准地 跟医生合作 去come up with a diagnosis 去帮医生和帮自己去医治自己 特别是如果自己有一些 比较不同平时的那种迹象的时候 更加要很清楚地告诉医生听 不然医生会觉得 你平时一直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呢 好 接着第三章呢 在第三章里面 他就讲起 在这个急症室里面 经常犯的错误 通常在急症室里面 因为每一件事都很紧要的 医生很快就会有一个 diagnosis 就是一个诊断 通常医生想的很简单 他们就会想最常见的病 可能就是 譬如最近这个猪瘤感多 如果医生看到你有感冒 流鼻涕 呼吸不正常 医生可能就以为你是这个猪瘤感 但可能其实你是瘫流感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医生都很需要去记得 不可以经常想一些经常发生的病 要去有一个很长进的对话 去问一下病人 究竟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病人也都可以帮医生 就问一下他 我还有没有第二个可能性 可以这样问的 那当然了 如果一个医生告诉你 你有这种病 我都会跟我身边的亲人 会问一下 其实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 下次看医生 如果他告诉你一个 diagnosis 一个症状 一个病征 你可以不妨问一下医生 医生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好 那第四个呢 第四个 就是你们昨晚说的题 就是一些gatekeeper 把关者 就是内科医生 一般医科 以及preventive medicine 这个预防医学 其实在美国来说 现在今时今日 你想去看专科之前 主要是会看内科医生 或者家庭科医生 但是很不幸的话 就是因为这些医生 实在太忙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他们去相信 你是患了某种病 他们就会去继续想 你是有这种病 所以我们作为医生 甚至作为病人 都要很小心 每一次当我们发现 一个医生 可能你说不够五秒的 已经打断了你的思路 不让你说下去的 其实可能医生 已经assume 了 或者假设你有某一种病 是 所以我也都见到 有些情况 有些病人去见到 一些的专科医生的时候 医了一段时间 都觉得不行的时候 那专科医生才说 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 再转间去 另外一个专科医生 那我们当然都希望 每一个医生 可以去很快 准备去帮我们 去diagnose到我们的问题 找到我们的病的根源 好好地去医治 但是很多时候 每个医生 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 他们见的东西不同 他们都会去 很多时候 用他们想的方法 去解决你的问题 是 好 那你很清楚地和我们 去总结了 你上次和我们说到 那四章 在《How Dr. Thinks》 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东西 那今天不如和我们 去解释第五章 在这本书里面所说的 关于医生 你是否这样想的呢 有一个题目出来 好的 那他在第五章里面 他的标题就是 新母亲的质疑 其实他就写得很生动 那他就是说 一个没有什么医学知识的母亲 那他就去到哈佛的小儿科 那其实这位妇女这位母亲 就刚刚在越南那边 领养了一个BB仔 那那个BB仔呢 就接受了这个治疗 但是很不幸地的 当他来到美国之后 就很快就入了这个NICU 这个家户病房 那他就好像有这个流行症 很多不同的感染病 很多发烧 不舒服 那做为母亲的 无论你是领养 无论你是亲生的 你都很紧张自己的子女 那就去到哈佛的 这个首屈一指的医学院 的小儿科里面 作出诊断 那这些医生呢 就认为他有这个先天性的 免疫机能失常 再一次 就是我们医科里面 那些病例 那些名字都听起来很复杂 那我都觉得是的 我自己说起来都有一些巧合 那这个先天性免疫机能失常 就是主要病人的白血球过低 他们的淋巴胃比较不太好 那他们就对抗外来的细胞 外来的细菌比较弱了 那医生就觉得 他一定要接受这个骨髓治疗 但是骨髓治疗 其实一 你又要等一个适合的骨髓 一 二 其实小儿子会受到很多的痛楚 和三 其实骨髓的移植 很多时候会有排斥 那 这个妈妈 虽然她是读商科的 但是她就在互联网里面 去找消息 找资料 问一下其他人 那会不会 这个医生是想错误的呢 那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医生就逼于无来 要再一次 为她重新做完所有的化验 所有的判断 和所有的诊治 但是很惊奇地 原来这个妈妈真是对了 这个小儿女病人 是不需要接受骨髓治疗 那其实她是什么事呢 那原来是简单到 就是因为这个小儿女 她是营养不良 哇 这个是妈妈那种直觉的感觉 妈妈的直觉 通常都几准的 我觉得 无论你说亲生 再养也好 当一个妈妈 见到一个小儿女 而觉得她们有点病的时候 带她去看医生 通常妈妈都是对的 是 可能有时候她们真的 留意着这个小儿女 太厉害了 就是她们有点动静 或者小小的改变 她都很注意到的时候 就算真的不是有很多的医学背景 只要她有小小的资料 都可以让她想到 或者怀疑到 小朋友有些什么情况 这个是一定的 那好像我在医院里面 很多时候 我觉得有个病人 可能是已经没有那么病重 可以出院的 但是之前我一定会问一下我的护士 我就会问一下 其实你今天有没有见到这个病人 有没有做了这件事 或者没有做这件事 很多时候护士 因为他们见到病人比较多 他们给我的资料 其实是尽好过我自己见到的东西 我绝对都相信 当一个母亲 或者身边的家人 不断去看着这个病人 不断去看着这个病人 其实他们见到的 是更加详尽的资料 那就好像我们 刚刚在讲这本书的重点 就是说 每一次 当你可以为医生 去给到更完善的资料 那时候 一个医生 都可以为你做到更加好的诊断 是 所以在这一章 我相信 Dr. Grumman 是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鼓励一些妈妈 或者家人 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亲人 这个病人 有一些感觉 觉得那个诊断 可能不是很准确的时候 不妨跟医生很正面 或者很善意 大家来商量一下 再谈一下 因为可能你这个直觉的感觉 是很准确的 除了直觉之外 我想这一章讲到有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今次讲的医院是哈佛 就是这个哈佛的医学院 而且是尖端的一个医学医院 绝对是首屈一指 除了John Hopkins 这个约翰霍金斯之外 我绝对相信 在哈佛的医生 都是一群很出名的医生 但是有些时候 当你去到一间 这么顶尖的医学院 我想第一 作为病人 都会很害怕 不敢问医生 医生 我会不会有其他病例 或者病症 同样反过来 因为他们很擅长 好像在这个例子里面 他们的小疑科 其实是很擅长 这个骨髓移植 很擅长 这个先天免疫 肌能失常的病 所以他们一见到有类似的病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 有多一个案件 可以去研究 可以去想 他们变成越想的 就会转流角尖 转流角尖之后 就会觉得一定是这个病 但其实可能的 是简单到 是这个营养不良 这个也都好像 你以前和我们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 好像精神病的病人 可能也是简单到 只是去大小便 不是很通畅的问题 我给另外一个例子 我记得我以前做医学生 曾几学时 发生过这件很有趣的事件 又是跟中文有关 有一天 我就在这个苦产科 主要是苦科 就是gynecology 里面 就见到有个六十岁的婆婆 这个六十岁的婆婆 看上去像中国人 其实我的主称医生 让我去见这个婆婆 最主要的理由 都是因为我会说中文 我自己就做了一个假设 一个假设 我就说 在San Diego 见到的中国人 愚无意外 都是讲国语的 我就走过去 用我的不咸不淡 这个懒死街坊 懒死街坊的果语 去跟这个婆婆说话 婆婆又看着我 她又说到国语 她又说一些很不咸不淡的国语 大家这样沟通了 大约都有七分钟 我就打算出到病房 告诉医生 医生 我很成功地跟这个婆婆 溝通到 殊不知 我问了一句问题 婆婆看着我很久 我最初害怕到 以为婆婆是否突然中风 窒息 后来婆婆用一些我听不明白的语言 跟我说话 我就心想 糟了 那婆婆会不会突然之间有事 越怕就越不想去跟病人聊天 那说不知 我看下床头有一件事 欣陶你猜一下那是什么 你这样叫我怎么猜 是这样令到我知道这个婆婆一定是说广东话 是什么 东周寒 香港人 他其实是广东人 但我看到他床头有一本《东周寒》 我就问自己 他是不是说广东话 我问他 婆婆你是不是说广东话 他当场开心到 他说医生仔很开心地认识你 那其实好像刚刚那样 医生你确定是这样吗 语言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你听到他说话 说到乱闹 你还以为他是不是有症状 或者有精神病 是的 那是害怕的 那如是者就过了几天 可能同时他也以为你有问题 可能他以为我是ABCD的 他以为我说国语说得不好 OK 那如是者过了几天 那这个婆婆主要进来医院 是因为她有癌症 那她的癌症 其实已经散播到她的骨 那为什么我会很记得这个婆婆呢 那我也很老实的 那时候就差不多是中国新年了 她临出院之前 她还派了一封礼士给我的 所以我很记得她的 但是呢 到出院之前有一天 她就突然之间发高烧 那通常发高烧 对于有癌症的病人来说 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说的 他就不是先天 他就是后天免疫的机能失常 是的 就是他的抵抗能力弱了 抵抗能力弱了 那当然作为主训医生 住院医生 或者好像我这些 那麽低级的医学生 那时候 就不会被这个婆婆出院 那婆婆呢 就哭了 就跟我说 我们中国新年了 你都不想我在医院里面 那我都跟婆婆说 我说 但是你发烧喔 你发烧 我们放你出医院 其实你可能真的会有生命的危险 是的 但是这个婆婆 她跟我说了一件事之后 我真是当场很冲动地 走到她的主训医生 跟医生说 医生啊 其实这个婆婆没有发烧的 但是医生 你确定是这样嘛 医生已经确定了 就不会再听一个医学生说的 但是当时婆婆 什麽原因 你探探热针 她真的有发烧 是吧 因圖 这些就要用你的 cultural background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还有所有的听众不妨都想一下 为什麽这个婆婆会发烧了 她紧张 不是咯 你再猜一次 那我开猜了 即她是探业的时候 她是真的有烧的 是啊 但她又不是实质上 体温的高涨 令她有烧的 是的 不猜到了 那我们中国人 很喜欢做一件事的 就算去到我这一代的中国人 都很喜欢去喝暖水 和喝热水 噢 喝完热水去探热 那 其实大家去过医院的 都知道今时今日 很多的护士 都是在别的地方来 或者其实他们不清楚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那这个婆婆 当日呢 就在一个暖水屋里 喝完热水了 那那个护士进来了 那婆婆其实自己都很醒目的 她就做了那些手势 就指着自己的口 那那个护士呢 就想不到婆婆说什么 因为婆婆不懂得说英文 是 她就以为婆婆想在口中探热 但是探热针进入去之后 那些 爸爸声飙升 那些余温还在那支探热针上 那当婆婆跟我说回这个故事之后 我都很相信婆婆的 那我就跟我主診科医生说 我就说主診医生 其实婆婆是刚刚喝完热水了 那接着 我很记得的 那个主診医生 她是白人来的 她就跟我说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是很 很证明到的 就是你探热 那她的温度是这么高的 就是没有什么 是诊断的问题 这个是很objective的一件事 是啊 那当医生确定了是这样的 就真的是这样的了 所以你解释 当时医生都没有接纳的 他没有接纳到 他还问我 我没有在书本里面 我没有在我朋友里面 听过你们中国人 喜欢喝暖水 我当场我真的说 我是第一个喜欢喝暖水的中国人 当然 那没办法 婆婆哭着我都放不到她出医院 就算你这样解释 那个医生当时都不接手 那你就立刻再叫她再度一次 再探一次热 但问题是因为当温度写在病历里面 医生就不敢让病人出院了 那你立刻再探一次 当时没有这样做 当时我又没有那么聪明 当然 那我之后呢 就更聪明 我竟然帮婆婆写着 一些英文的牌 就说 我刚刚喝完叶水 和其他的语言 其实我反而觉得 为什么我今晚会很鼓励 我们的普罗大众 我们的听众去看这本书 How Doctors Think 医生你确定是这样吗 就是因为我们不单止是说 不去了解医生怎样去想 还有我想如果我们看的医生 不是讲我们的语言 其实每个文化 当有不同的时候 都会有差别 而当我们可以帮医生 去领悟到 其实我们的文化 可能是喝暖水 甚至去令到医生明白 有时候当我们肚痛 未必是肚痛 可能是我们紧张 当然其他的族裔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我发觉 至少亚洲人 当我们有紧张的时候 经常会有很多 身体上的毛病出来 你刚才说到这个例子 我相信都是很深刻的 给我们去理解到 当医生做了一个诊断的时候 你要改变他的诊断 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力 也都说到 好像你刚才说到 好像母亲那种的直觉性 就算你这个很权威的医生 如果你有这个直觉性 你都要够胆 去跟这个医生去讨论 甚至是让他再一次去思考他的诊断 而且你刚才说到这个婆婆的情况 亦都是一个提醒给我们 特别如果有老人家 要去到医院住的时候 真的又要帮老人家 说清楚 下次如果他喝完热水的时候 千万不要探烟 因为这个很当灾 没有热 当有体温热 又要吃一些退消药 或者觉得你的病情是有恶化 这个很当灾 这个又要小心留意 很多谢你这些很实质的例子 让我们能够多一点的了解 一个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好 那我们偷偷回来 你继续用这本书 How Doctor Thinks 你和我们去讲解 医生的思想 你们怎么想的 天空下的彩虹 天空下的彩虹 你会先用这个How Doctor Thinks Dr. Grumman在2007年所写的一本书 How Doctor Thinks 中文就是译为 医生你确定是这样吗 你和我们去讲解到医生在脑袋里面 是怎么想的 当他特别做这个诊断的时候 还有我觉得你很生动的 将你一些平时你见过 经历过的一些例子 来和我们讲解 这个真的比我们更加理解到 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下 好 那我们去到第六章 在这本书的第六章 又请你继续和我们讲解一下 第六章 其实就和第一章有少少首尾呼应 在第一章我们就讲到一些有经验的医生 会当机立断 但是很多时间 其实专家都未必会肯定 在第六章里面 这个作者Dr. Grumman 就访问过不同的医生 他就会做出不同的病例 他讲到的就是说 很多时候 其实当有一个很出名的前辈 很出名的医生 他们觉得这个診治的方法是可以 那时候 很多的医生就会继续去做 但其实很真心一句 可能这个医生想出来的診治方法 未必是一定是对的 同样道理 有很多专家 他们因为从病理学起家 他们就从一些很简单的病例里面 去抽出一些例子 接着很精心的研究之后 他们就会觉得 一个这样的医治方法是可以的 但其实每个人都不同的 一个适合白人 一个适合黑人的医治方法 未必会适合亚裔人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好像喝酒那样 喝酒通常白人或者黑人 或者西班牙人 他们的臉是不会红的 但到我们中国人 喝酒很快会面红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肝脏的 我们的分解的元素是不同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食药也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专家说 工作的方法 其实未必一定是对的 而且在时间上 有时可能是那些专家 在两年前三年前五年前的一些判断 到来到今天 这个医学已经不断的发展的时候 那个判断也可能有一些出入 那当然是的 我记得我第一年读医科 有一个很出名的病理学家 日本人来的 他就告诉我们 其实大家所学的东西 在未来二十年之后 可能有一半是对的 有一半是错的 连一个这么权威的医生 都可以跟我说 你今天学的东西 有五十个percent是对的 五十个percent是不对的 那其实我终于明白到 去医学院最主要学到的 是怎样去分析 怎样去判断病历 因为真的有不断的新的研究 新的进展 那所以你们医生 经常都要去做一些的进修 每年都要有进修 那其实进修都会等于去度假的 因为当你不去看病人 只是去听一些前辈 听一些以前的医生 讲一下他们的经历 其实你都会学到很多东西 那所以你们这些不断的进修 也是有一个对医学那方面 一个更新的了解 那对我们病人来说是好的 因为你一直保持着 这个很先进的一个的进展 或者这个的研究 那见到有一些的疾病 你也都有一些新的方法 来作一个治疗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在医学界里面的 那当然我们都希望 每一只药 每一只医治的方法 是经过了很多的研究去得出来的 但是其实未必是的 就是好像有一只药 当它是可以去医好某一只病 其他的药床就会去跟风 但是他们制造出来的 可能是有少少的不同 但是未必因为这一只药 和另外一只药 他们的医治方法 一样的时候 会去医好病人 因为每个病人是一个个体 我们不是说医治好病人A 便会医治好病人B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有个专家 尤其是某个权威 我很记得 刚刚未进来电台之前 有人说 有个医生 有个专家 曾几何时在电视上 前面说过 有一只病 会怎样比较难医 甚至 如果你是左腰 但是被人 逼用右手 用得多 你会蠢些 其实很羊群效应 医生一样 就算一个更加厉害的医生 也好 当有些有威望 有威名的前辈跟你说 这一个方法一定可以 其实作为医生 我都会相信他 但很多时候 可能经历了无数的research 经历了无数的研究之后 我们才会发觉 我原来那个前辈 都是乱说话 是的 有时候 我们特别现在在网上 这么多这些资讯的流传 很多时候你一写一句 某某医生说 的时候 就觉得权威了很多 所以这个又要小心 我们特别是 看这些网上流传的资料的时候 就这样说 某某医生说 这句话 我觉得他没有一些根据 有时候你真的要自己去衡量 要不要去相信他 那段的说话 如果是普通 没有什么所谓的东西 那就OK了 但如果有些是真的 要用到某种药 或者要怎么样治疗 那些我觉得 就真的需要多些的考据 才去相信 是的 所以我们之前 在这个预防医学 那个talk里面 我们都说过 每一次我们去看一个医生 因为当你去问这一条问题 虽然医生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病人这么讨厌 问这么多东西 但是我们就会知道 究竟医生 你确定是这样吗 当你去问明清楚 知道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益 那时候 我想大家去吃这个药 或者用这个药 都会更加放心 是的 而且你刚才也跟我们说到 用一些新的治疗 或者新的药 或者用一些旧的药 都有一个平衡 未必用新的一定是好 而用旧的药 是不好的 旧的药 实在是因为 那么稳妥 所以也有一个风险在这里 所以这里 你也跟我们说到 新的治疗 或者新的药 和旧的药 那种的比较 或者当中 哪样好些 哪样没那么好呢 这个都是 看每一个情况 其实在过往这几年 我自己是精神科医生 就用精神科的药 去给大家一个例子 在以往 当我们去医这个精神分裂症 那我们就会用所谓的 typical anti-psychotics 即是第一代的抗精神病药 但是很不幸的 这种药的副作用 就是会令到很多病人 他们会在行动方面 有些少异常的地方 他们会不能控制他们的口部 有少少抽筋的现象 他们会肌肉萎缩 那这些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当一个人有精神病 其实他们会很介意 其他人怎么看他们 那如果我又口鼓鼓 口鼓鼓 又控制不了自己的肌肉 那其实真的会令到人很反感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第二代的抗精神病药 A typical anti-psychotics 出来之后 很多的医生就会说 哇 这些药简直是先丹 因为有讲到说 他们可以医好这件事 医好那件事 那其实最主要都是 一些学术性的权威 一些很出名的前辈 告诉我们 那当然了 我读医学院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想的 到最近这几年 政府就开始 去做一些大型的研究 那通常一些很大型的研究 都是要靠政府的 因为今时今日 其实没有什么机构 可以帮到医生 去做这么长进的研究 那很不幸的 就发现了 这些第二代的抗精神病药 其实未必是真的好 过第一代的抗精神病药 而只不过是不同的风险 那这些第二代的精神病药 是啊 这些病人不再有面部的抽筋 或者萎缩的迹象 但是他们多了的风险 就是多了糖尿病 多了心脏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家都要记住 其实新药也好 旧药也好 一定要问清楚医生 究竟有什么风险 而且真的要去上互联网 去问一下身边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人士 究竟这些药好还是不好 那我们这样才可以去 为自己的病去作出一个贡献 而且也可以帮到医生 去做到一个更加好的癌症 所以这个是帮我们明白到 新的治疗法或者新的药 都需要有很多临床的实验 来去证实效用 有时就不要只听到 这个是新的 这个最好的 也都要明白 这一件事 是不是已经经过一些临床的考验 来证实它真的有用 但是也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作为医生 就不断的有一些新的资讯 令到你对医学的研究 是不断有一个很更新的一个认知 那对我们病人是好的 因为你就是 将到很多新的科技 新的资讯 来提供给我们 但是我们 作为病人 我们都要按照情况来去决定 就是旧的东西又未必一定不好 新的又未必是完全好了 就是这个当中 就要和你的医生来去商讨 然后按照每一个情况 来做一个的决定 好 那这个就说到第六章 那我们不如都去客户的消息 回来再继续讲完第七章 胡医生日常 今天继续用这本书 我再重复 叫做How Doctor Thinks 是由Dr. Groupman 在2007年的时候写的 亦都出了一个中文译本的 就是叫做医生 你确定是这样吗 所以如果是想看中文译本的 也有这个中文译本的 这本书 虽然它这里都有大约九个chapter 但是每一个chapter 每一个章里面 我觉得它说的东西 都是比我们更多的去明白 因为我们大部分病人 都对医学的知识 是真的很普通的 有时当医生和我们一讲到很多医学的名称的时候 你不要去问太多 有时自己尝试去明白都要一段时间 还要说医生是否这样的 有时可能不是很敢去说的 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提议呢 我想其实每一行都是一样的 那当我的朋友跟我说一些金融上面的东西 我不懂那时候 我唯一的方法可以去问更多的东西 都是会说 朋友你确定是这样吗 那我觉得是一个沟通 那我觉得这本书很着重的就是沟通 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 我最初会觉得 其实为什么他将我们医学界里面 那么多东西爆出来的呢 我都很记得这本书最初出的时候 其实那些医学界里面的文献 是很不喜欢这本书的 因为这本书好像叫病人去多些怀疑医生 叫病人去跟医生讨价 或者去讲素 但是当我去 其实今次讲这本书之前 是我第三次再看这本书 我都很深刻的体会的 因为当我去想一下 其实当我们作为病人 也有讲另外一个例子 我很记得有一晚 我有个朋友 他就去了这个 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 里面 他就带他妈妈去看医生 是去急症室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去急症室 通常没有三个小时 都要坐底七个小时 坐在里面 当你这样坐在里面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紧张程度 会去到很高 因为一方面又是我们的亲人 第二上面 当你去到一个 尤其是公立医院的急症室 什么人都在 又不干净又骯髒 又觉得很紧逼 又会觉得 为什么那些医生好像全部失忧 那样的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因为第一件事 我们要去记得的就是 如果我们都去很希望医生 在第一时间 去为我们解决到这个难题 其实可能会浓巧反绝 因为当一个医生很快 确定了一个癌症 就好像我刚刚告诉大家 我以前的主亲医生 曾几何时很相信 一个婆婆 因为她发高烧 就以为她病患发作 其实只不过简单 都是喝暖水的时候 如果我们家属都不能很舒服 或者很平坦地去跟医生讲解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害了我们的家属 或者我们身边的病人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他很着重的就是 当我们作为病人 我们可以去想到医生 怎样想法 我们就会自然地见招拆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不是去鼓励大家 去怀疑大家的医生 但是我也想去说出 在医学界里面 其实很多我们的医治方法 未必是真的经历过 临床的考验 甚至有时候 一些不常见的病 就因为太少的资料 很多时候 是几个很专业的医生 他们坐在一起 去一个医学会议里面 他们就会出一些 guidelines 一些方法 一些方针 去令到之后的医生 如何继续去研究这个病 如何去帮助这些病人 但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譬如好像 有一只病 只是东岸那方面才有的 但是当它传到西岸 其实可能已经是 有少少变了肿 那时候 我也会很鼓励病人 你们不妨去跟医生 讲解一下你的病 因为 当你去讲解的时候 其实 你不是去怀疑医生 很多时候 反过来 医生 其实在你都会学到功课 就是说 因为可能变了一种 其实这个医生 会很感谢你 就像我这些 做学术界的 可能就是因为 一个这样的病人 可以写一个病历的文献 就可以出多篇论文 那我又会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 如果你们是有机会 接见到不同类型的病人的时候 是令到你们对那个病 或者那个经验 是更加丰富的 而有些可能 只是做研究的医生的时候 他就只是在医学上的研究 他没有一些病例去支持他 反而是可能更 比较狹窄了 会不会呢 那当然有不同的 那不要说是医生 那其实好像读经济 或者读business 商科 经济 那其实有些就着重理论 有些就着重实践 那但是在医生来说 通常做学术界的呢 很多到某个年纪 就会专注做这个研究 那因为风险低些 那你去做研究病人那时候 病人死的机会率低些 那你作为一个医生 那就不会怕被人告 其实医生很怕被人告的 所以刚刚欣桃你问我 为什么我们不会再帮这个婆婆 她再量度她的温度 那时候 其实最真心的一句 是因为我的主训医生 不敢去抵抗这个风险 告诉那个婆婆 其实你是没有发烧的 因为就是看到有一个发烧的数据 一个数据在这里 她就宁愿叫婆婆留宴多一两天 去肯定她没有这个病 那其实 医生没有做错任何事 只不过作为病人 病人的家属 或者我 那时候作为一个医学生 会觉得很心伤的 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婆婆 可以过中国新年 但是很不幸地 就要留在医院 因为我们大家中国人都会知道 没有人会想在中国新年里面 在医院里面过中国新年 亦都在那个情况之下 是没有那个必要 如果你有那个必要 那你都没有办法 但如果在那个情况之下 没有那个必要 硬要留在医院 那就真的很可惜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都要反过来说 虽然我们今次说的主题 很多是说 专家不确定 但其实可能是医学生都不确定 可能婆婆那一刻 是真的有这个 发高烧的 只不过刚好得那么巧 婆婆喝完这个热水之后 度完那个温度 那又刚好得那么巧 是 那这个亦都是很中肯的 去看到每一样东西 但是我觉得你 亦都是藉着这一本书 亦都是鼓励我们作为病人 亦都是要很坦诚的 和用一个友善的态度 和医生来去商讨 还有我觉得我们作为自己 是病人 或者是你的家人 是病人的时候 是你最了解他的情况 如果你能够很详细的 说给医生听的时候 这个可能是对医生 是更多的资料去治疗这个病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还有说给资料 或者说这个研究 甚至这个临床实验 其实很多今时今日的临床实验 他们的病人都是白人 因为其实很少少少数族裔 就是我们亚洲人 西班牙裔的病人 会愿意去这些临床实验 你不要说高风险到可能会 吃完之后有很大的问题的实验 甚至一些很简单的实验 就是去看看你有没有忧屈 看看你有没有高血压 其实我们少数族裔 亚洲人 中国人 西班牙裔的病人 是很少参与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医生得来的数据 很多时候未必是真真正正正 适合我们族裔的病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作为病人 除了要去很坦诚 很坦率地和医生去分享我们的病 因为其实医者父母心而已 就是真心那句 你肯跟我去说出你有什么病 我真的会尽我所能去医好你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真的需要鼓励一下听众 其实我们都可以去 take 一个小步 就是说如果是一些很简单的 临床实验的 一些clinical studies 其实它的风险不是很大 但是那时候我们作为少数族裔的 都不妨考虑一下参与 这个是对那个研究是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是代表亚洲裔的人 作这个研究 和你刚才说到另外一点就是 因为当我们和一个医生去商讨的时候 亦都是鼓励我们去 特别是有些重要的手术 重要的诊断的时候 不妨也都去找另外一个医生 做一个所谓第二个专业的意见 做一个比较的 第二个 opinion 其实很重要的 当然如果简单到 伤风感冒或者高血压 当你的医生给完药来之后 药都病除 那大家真的千万不要去 拿第二个 opinion 如果不是 我们的医疗系统 我们的医疗保险 就会越来越贵 因为正如你们昨晚都说到 在美国 因为这个consumer 就是病人 越来越有钱 就会越来越要求医生 做多一些实验 或者一些测试 是其实未必有需要的 那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 就是说 当你有病了 你去看你的家庭科医生 或者你们的主训医生 而真的弱到病除的 不需要疑神疑鬼 千万不要 但是当有一些病 医极都医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都很鼓励大家 去拿一个第二个 opinion 一个第二个意见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刚刚都说到 专家 其实当有人去diagnose 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有个很出名的医生 说了这个病人是有这种病 我们作为后面的医生 其实都会相信了 当你去拿一个第二个 opinion 一个第二个意见 其实是可以start from scratch 就是由零开始再做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病人 对家属 对医生 都有一个好的开始 是 很多谢你 几次来 都是和我们用这个 How Doctors Think 一本书 来和我们去明白 医生的思维 我觉得你最后的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当我们这样说到 不是叫我们去怀疑不相信我们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医生 可以让医生更准确地去诊断我们 这个是好的 也是鼓励我们能够多些 去和医生有这个商讨 好 这本书有九章 我们今天都说到七章 可以下一次 等下回身你来到的时候 就继续和我们 藉着这本书 继续和我们去讲解 如果听众想看的时候 都鼓励你们去借这本书 或者买这本书来看 中文的译本 就叫医生 你确定是这样吗 然后英文就叫 How Doctors Think 是Dr. Groupman 在2007年所写的 多谢你 下一次请你继续 就用这本书继续和我们提醒 天空下的彩虹